为了因应2284贴连驾 台铁今年加开班次与加挂列车 来疏通旅游及返乡人潮 全台东西线总计有222列加班车 来往台东地区的列车 统计将增加13866个座位 今年的228年细假日 台铁局在24号开始到28号 都有加班车跟加挂的 我们在加挂加班的部分 我们是比较多一点 订火车票会不会很难订 可能是现在很难订 因为那个巴士更快到了 还有一个礼拜一定会很慢 这样的测试好不好 应该是不错 因为假日 假日 回来啊还是什么 那个人潮会比较多一点 从24号开始 南北回将有一班从树林出发往台东 25号到28号 加开往返14班车 从24号到28号 来往高雄的班次则有10班 29号一班由台东前往树林 总计26个班次 24号到26号 目前都还有座位 南北回都还有座位 至于27 28 那因为是收假日 所以目前的座位都已经卖完了 那我们为了旅客的需求 我们还是请上面再加挂车厢 站长表示2728两天若有加挂车厢将会公告在台铁网路上 而目前台铁已规划购入126辆倾斜式列车 在102年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完成后 将可大幅改善东部铁路加日一票难求的问题 接着三任台东市采访报道